沒有國安法就好像一個家沒有門口一樣 我們不把關怎麼可以 所以這個法律是防止外人進來 就是好像一個家門一樣 所以立法必須 還有就是我們要明白這個法是保障我們 作為一個小學校長 我覺得這次這個做法是很果斷很快速的 這個法例本身其實 並沒有侵犯到香港什麼自由各方面的事情 只不過我們說我們作為一個地區 是有責任去維護國家的安全 所以它訂立一個這樣的法律 其實是填補香港本身現在就在這個情況下的真空 所以我是完全支持需要有這個立法 面對外來的衝擊我們的教育是要非常明確的 所以如果說傳媒、外來等等、網絡等等 我想其中一個法官就是我們要把良好的網絡、良好的媒體 讓學生都認識、都了解 那他們正面一點去了解整個每一個事情來龍去脈的話 我想對他們去判斷是非常重要的 秉持著一些很基本的論點可以說 就是不應該用暴力 第一就應該尊重大家的意見 而且你自己本身是中國人 那你應該有外國的想法 讓他們自己從新眼裡感受到我們國家的發展、進步、強盛 這才是我們香港未來前途的重要根基 這才是我們香港未來的 但是我們請到日後再詞